南海眼巴巴盯着眼前铜桌的零食 一条黄狗突然过来叼走了食物 铜桌回来发现后 没想到老师一来 就不分轻逢皂白地瘦了铜桌一顿 铜桌有口难言 心中满腹委屈难以诉说 提到妈妈 铜桌的神情有些落寞 下午上课时 理想突然发现铜桌不见了 慌忙跑出去询问 却得知有人看见有个小男孩向水塘边去了 理想叫上师母一起赶到水塘边 可哪里还有人意 一筹莫展的理想只好跑到学塘 找到正在上课的易老师 一听铜桌走丢了 易老师跨上自行车 三下两步的骑远了 赶到水塘时 村民们已经拿着竹竿捞人了 易老师心急如焚 半身没入水中找着孩子 突然有人喊 河下游发现了尸体 易老师赶忙跑过去 这才发现水上浮的是头猪 虚惊一场后 易老师突然想起了什么 跨上自行车赶往村头 那里有一颗餐厅的章树 他四处张望着 宝贝 宝贝 易老师赶紧跑步去抱紧了他 两条腿都下软了 原来妥妥是村里的留守儿童 爸妈都出去打工了 上幼儿园之前 妥妥每天都要在这棵章树下等爸爸妈妈 回家后 易老师责怪老婆的粗心 那是你 连你都靠不去 易旁的李响沉默着 心里难受极了 晚上 李响找到易老师 向他坦白是自己白天冤枉的妥妥 易老师听了并没有责怪他 反而柔声安慰 毕竟李响也还是个初中没毕业的孩子 可李响已经打定主意 他没有资格做孩子们的老师 他向易老师辞别 决定重新回去读书 考试犯专业 希望将来能成为一名真正的幼师 他买了一袋零食 希望转交给妥妥表达歉意 易老师健壮也没有多加阻拦 他也衷心希望这个小村庄能多出些人才 给孩子们提供更好的教育条件